如果你现在有一个5000块 可是你不知道要买什么旗舰型手机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一台差100 光是它镜头呢 就已经是不得了的阵容 再加上双芯片 虽然之前也有啦 不过这一台也有啦 除了是天机9300之外呢 还有一颗V3 大大的帮助在摄影 可以带出更精密的演算 合成造就它的拍摄体验 可以说提升非常多 当然也有部分观众很担心的就是 这颗天机9300可以没有啊 会不会发烫啊 通过7749天测试出来的结果呢 这个问题你完全是不要放在心上的 我们通过压力侦测下 它的最高温度呢 也只才48度左右 都是维持在一个50以内 这样的温度 这样的跑分我觉得已经是 媲美市面上所有的旗舰型手机 在游戏的表现才是不得了的存在哦 因为大部分游戏 它是支持了90帧跟120帧配置 爱玩游戏的朋友 相信你们听到这个东西 应该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是不是很激动 因为它性能方面的话 是一个很猛的存在 在镜头方面还是天花板级的存在 毕竟差100系列 就是要有100分的存在 三主色镜头 通通都是50MP 再加上菜丝 涂层层 叫做T-Cotting 这个T-Cotting呢 除了是防眩光 防反光 还可以拍太阳 因为之前的旗舰机 拍太阳就有眩光的问题 不然就是鬼影特别严重 所以这个X100就针对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演算 再加上各种物理加持下 把眩光问题大幅度降低 这也就是它的长焦三选 再加上全新的人像焦段 因为以往以来 都是75mm是人像的最佳焦段 而这一次Vivo精心调配 目前独有的100mm 4.3倍的人像焦段 拍摄方面 你可以自由拿捏距离感 你要远一点 你要近一点 你要拍摄的稍微更加有微距的效果 因为之前历代 Vivo的表现会稍微弱 很难抓到台阵 blur focus不到 而这一次就针对了Vivo这一块进一步的调整 而且识别度非常高 就好像我在中国拍的这种磕磕丽丽小花朵 它都可以精准识别 抓得非常精准 再加上1英寸感光源 IMX989 它的这个进光量超级足 甚至是在暗光的环境下 你拍摄的时候 那个细节上 一拉开 你都可以精准的看到每一条线纹 如果线阶段你遇到的烦恼就是 我稍微注意到暗的环境下 它的噪点就特别的严重 你换上这台手机呢 你就会感觉到有所提升 在细节上 无论你用主色 长焦镜头 潜望式镜头 每一张照片的细节处理都非常到位 就我们直接把那个长焦镜头的照片放大 是不是那个细节纹理全部都出来了 这就是在细节上的还原 无论是哪一个镜头 都拥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而且不仅仅是在拍摄 就包括拍视频也有如此的表现 讲到拍视频这一方面 就不得不说 它的电影模式 电影人像追踪 对焦人像的时候 就很有那种自然的感觉 很有单眼镜头的效果 一拍出来 你就感觉你好像很求这样 你不要有这样的错觉 因为是手机求不是你求 手机求才让你感觉特别求 所以你要买台手机显示你很求 去到外面帮人家拍东西的时候 每个人就会 哇你好厉害拍照哦 你很给人你好厉害哦 为了这种虚荣感 必须安排一台Vimo X100 Pro 刚刚提到的人像电影模式呢 它还能支持4K画质 虽然不是60帧 30帧 很足够 再加上它的防抖处理特别的有 Gimba 的效果 虽然说这一次没有微云台啦 但是它的防抖效果 甚至比之前历代有微云台的 而表现来的更卓越 哦这一个防抖效果我喜欢 再来就是许多观众 关注的问题 它的OS是不是Fantash OS YES 为什么它不要用Origin 其实Fantash OS也是很像Origin 毕竟也是同一个爸爸的 大部分Origin有的一些Widget跟一些Transition效果呢 都被带露到这个Fantash OS 最主要Fantash OS是国际版许多谷歌应用 是可以正常支持和操作兼容性非常高 也是完美支配谷歌这一块的 如果你今天你去买一个Origin 我跟你讲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WhatsApp延迟 什么Notification一直进不来 什么问题啊 我的Gmail明明很多了 一直send我 要邀请我去他公司当总裁啊 蛤 啊你这个就不用想象多了 它的延迟率是特别的高 在海外应用的 潜容性是非常低 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 One Touch OS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讲了那么多 它的亮点 诶 它的设计忘记说了 这一次Vivo X100 Pro 它的镜头就something like Eclipse 不对称的圆环 造就了整个非常有辨识度 再加上磨砂边框 something like Galaxy 纹理围绕着镜头 扩散出来的感觉 超级ATAS 加上无锈钢边框 造就非常重 这个不是重点 是质量 SOLID 敲人会很痛的感觉 OK 在屏幕的表现就不多说了 双曲面超顶级的屏幕材质 你一看 你就会感觉到人生没有遗憾 它的颜色带出来的冲击力 毕竟你花了一个5000块 就应该拥有的东西 它通通都给下去了 最主要是 双扬声器配置也有了 所以看戏追剧 不再担心声音不对称 这个环绕音效的感觉 给你一个非常有沉浸式的视觉体验 唯一有一点小嫌弃的地方 就是它的自拍镜头 虽然说它自拍镜头是有那个广角效果的 是不错的 就是它的孔稍微有点 哎呀 就特别大 目前在大马没错的话 它只有进一个配置 512GB 16GB RAM 大马落地价我还不确定 如果你想了解更精准 更多的 detail 你可以去到各大Vivo旗舰店 或者到它官网去看看 它价格就是很秘密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它的价格 到底是买多少钱 我们来做个总结 目前你想找一个性能有像机有 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天花板的存在 这一台差100米 可以去摸一摸看一看 不摸不知道 一摸下一条 你会感觉这么好像很独将啊 这个手机 拿起来随便一拍 那个成像都会让你无瞪口袋 这样的一台手机 有谁不爱呢 你觉得这一台差100 还有哪里美中不足的地方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讨论 到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Mr.Jager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